平等公益协会主席李少敏表示 加州第20号提案要求对某些犯罪加强惩戒 弥补法律漏洞获得了警方的支持 但该提案的反对者却在近期利用虚假广告 诱导民众反对第20号提案 其实是对方现在有用一个Cops Voters Guide 反对20号提案的一票的 根本上这个完全是一个模型来的 因为如果是真的警察的队伍 一定有很清楚列明那个名称 不会就这样一个Cop一个字代替的 李少敏指出反对者的这种做法已经被告上法庭 法官要求他们撤下了有误导性的宣传 事实上贺锦丽在加州任总检察长时 通过了第57号提案 导致加州小额偷盗的犯罪激增 李少敏指出20号提案的通过将填补这一漏洞 只要是低过950元就可以了 这里搞到我们道策如无民冤灾倒 所以现在我们加州已经成为这方面 是最差的五个州之一 如果通过之后 如果投两次是950元 第三次再偷抢就可以被告以这个重罪的了 第20号公投案目前已经获得加州警长协会 加州地区检察官协会等多个组织的背书 新唐人洛杉矶记者站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